美國國會女王裴洛西 將訪台的消息傳出後 大陸外交部二十五號 第三度公開警告 措辭強硬稱中方正嚴陣以待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造成的一切嚴重後果 應由美方負責 我們正嚴陣以待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將採取堅定有利措施 針對大陸私下強硬警告美方 若裴洛西訪台可能引發軍事回應 趙立堅在記者會上給了肯定答覆 似乎默認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對此曾經在一九九七年 以美國眾議院議長身份訪問 臺灣的精銳器 怒嗆大陸不能支配議長出訪 裴洛西來不來台前國務卿 蓬佩奧推文支持 還說會陪他一起訪台 大陸專家批評蓬佩奧攪局 只為了參選2024美國總統大選 藉此博取關注和人氣 但各界都擔心裴洛西訪台 激起軍事衝突 大陸專家認為不太可能 但警告仍會引發大陸前所未有的反制回應 將是台海危機以來最強烈的 美中台三方緊張局勢 原本預計本週進行的拜習通話 能不能順利進行恐怕又增添變數 記者綜合報導 正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